好聽吧 好聽吧 這首歌有點淒涼對不對 淒涼就是比較冷掉一點 而且是一個無奈的 無奈的魔術故事 對就是因為我發現很多的歌 都是在講魔術師很厲害 就是變出繽紛的細節 其實我也相信那個是大部分 魔術師帶給人的感受 那在這首歌我就想要講一個 很遜的魔術師 他其實什麼東西都一直變錯 然後都變不好 但是其實他只是 他給情人的浪漫 只是他是用了比較笨拙跟錯誤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把它寫成這樣的一個 可是我根本還沒有把它只想成是笨拙耶 真的啊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沒有辦法你知道 真的 他就是一種 對 我是覺得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沒有真的魔法 所以他就很可憐 也是 也是 我是覺得他就是很自以為很厲害這樣 可是他怎麼變怎麼錯 我覺得有一點點 也有點好笑啦 我就是 好在這一次的合作裡面 其實有個很重要就是 你也常年跟你 對 做演出的樂團 可是好像你自己也說了一句話說 你雖然 天生並沒有太多樂團的血液對不對 對 但是你卻有很多對樂團的熱情 對 這幫大家解釋一下 好啊 其實 因為有的可能會聽不懂啊 對 其實這是我雖然跟我的馬西團團員一起表演好幾年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以樂團的形式想要製作一張專輯 那在做專輯的前期 其實我還蠻掙扎的 就是 既然要以樂團來做專輯 是不是他聽起來就要像樂團 可是我發現我怎麼編曲 他怎麼怎麼樣都不像 所以有一天我在公司就遇到TZ Back的惠婷 我就問他說 所以樂團的慢歌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為什麼 我怎麼編曲 怎麼表演他都不像 然後樂團他就 然後惠婷他就很一針見血的跟我說 那因為你身上就沒有留著樂團的血液啊 他說你就是精靈國的嘛 所以就不一樣啊 然後我也就覺得 也對 因為我在寫歌的時候出發點 就還是以我個人的想法跟感受 那只是我覺得我遇到了夢幻團隊 我的團員他們可以 可以一直從我的喜好裡面 為我 為我一起完成這樣的一張音樂作品 對 因為你知道嗎 事實上很多的樂團 他們有些編曲都是自己 自己來jam出來的 所以那也不是刻意有人去編了一個 你知道鼓要怎麼打誰 這個然後貝斯要怎麼打的 對 這也是我這一次 真的也不太一樣啊 對這也是我這一次編曲的時候 覺得 跟以往工作模式最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必須要一起在練團式裡面 一起 我們一起演奏 然後一起抓那個感覺 所以這是 對我來講是一個新的嘗試啊 好 可是我還在猜 你是不是留了五首歌 還有幾首 是不是馬上又出現下一個甜點 這是馬戲團二號 出現那個什麼叫 馬奇朵 馬奇朵一號 還蠻可愛 其實我已經還是有歌 只是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樣 我沒有先做好 我沒有先完成它 對只是希望 這一次告一個段落 我可以再重新把這些歌曲目整理一下 希望下一張 希望它會是 再是一張完整的專輯 又變成專輯是不是 對對對 好 所以到底做迷你專輯的用意是什麼 請告訴我們 因為有時候我們大眾會很迷惑 所以說為什麼有時候出EP 有時候是 然後有時候是出專輯 有時候是出迷你專輯 有時候是出新歌擦精選 有時候是出新歌擦精選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搞混 那我覺得其實 對我自己來講 我不敢幫別的歌手回答 因為有些人是很久沒出片 只好先出新歌擦精選 對就是 它當然可能會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對我來講 這一次是迷你專輯 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以這樣的模式 那我不覺得這一開始就要變成一張完整的專輯 其實那對我來講 有太多的可能不確定性 那我也覺得那會很混淆 所以你是變成一個樂團嗎 還是這是一張樂團專輯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沒有要強調 這是一張樂團專輯 我也沒有感覺 對 因為聽到的人還是會 一聽就知道這個像是許哲沛的歌 那我覺得只是這樣的浪漫的曲風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小甜點 我覺得這樣的迷你專輯 他就是夠了 如果我把這個延伸成一張專輯 我覺得 他就沒有這個迷你的感覺 對 有時候迷你也是只是一個浪漫的概念 對 對啊 是 最後還是跟他講 他其實許哲沛除了一直在做自己的音樂 也有幫一些女歌手配唱對不對 對 今年有合作的是誰 我今年有合作的是張雲晶 哇 跟你的形象跟音色都差別很大 是 這是因為五月天石頭 那石頭他如果有做女歌手的製作案 他就會找我一起配唱 那我覺得 他們喜歡找我配唱 有一個部分是 我可能比較懂得怎麼跟 可以示範 歌手溝通 對啊 因為有的時候 除了情感面之外 我可以很直接的講技術層面 那其實會唱歌的歌手一聽他們就 就懂了 可是事實上 阿佩跟阿金 唱法差很多吧 差很多 是可是 欸你還唱一小段 你爸佩上製作那首歌 你記得嗎 嗯 歌詞有點不記得耶 一兩句 哲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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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其實是很容易的 沒有一些我們兩個不一樣的 的選擇 對的選擇 而且石頭也是一直很尊重我的 我覺得他這首歌在配唱啊 在和聲應該怎麼樣 那我覺得 可以跟這樣的製作人合作是很愉快的 其實你還跟五月天另外一位野外瑜對不對 其實我也有 其實我都有 我除了 除了 除了鼓手嗎 對 他叫 有 冠佑 他除了冠佑 因為他沒有幫別人做單曲 對 那所以我跟其實 阿信啊 瑪莎啊 都有 還有怪獸 都有跟他們合作 所以是幫瑪莎去配唱是梁靜如 不是梁維依 這次我是幫他唱寫和聲 寫和聲 寫和聲 那其實我也幫阿信的製作案 唱了很多和聲 像 劉若瑩的專輯裡面可以聽到很多 然後我也幫怪獸一起 也是都是配唱過 那個小江 所以你也很享受做這些別的事情 對 我覺得那個是 我不曉得 對很多人來講 那些電腦啊 音樂的剪接是很麻煩的 可是對我來說 那個有點像是大型的電動玩具 就是我把今天把工作檔案帶回家 然後開始剪接 我覺得很好玩 你就在那邊挑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很愉快 對對對 所以我喜歡這個過程 所以人家打怪獸 我要剪Vocal 好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的殘女 許澤佩 Peggy 最新專輯 謝謝